夜间值班保安推着一具尸体来到停尸间 当他刚准备离开 尸体居然坐了起来 保安缓缓的拉开裹尸袋 女士突然睁开了眼 吓得屁滚尿流的保安急忙跑到值班时打电话求助 透过监视器 保安发现女士正在迅速的朝他这边移动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恐吓运动 女士的哭声从走廊里悠悠的传来 保安拉开窗帘 女士突然窜到了窗前 并冷笑着消失不见了 监控室里恐怖恶搞类综艺节目的制作人员 正在观看保安的反应 这个时候保安突然从包里掏出了一把手枪 准备跟女士拼个你死我活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可把节目组的人员给吓坏了 急忙通知半夜女士的演员赶快藏起来 本来接下来还有很多吓唬保安的环节 但鉴于目前的形势 女主只好现身拦住了正准备开枪的保安 女主说大爷 您老正在参加一档名叫恐吓运动的综艺节目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保安大爷一听自己马上就要上电视了 可高兴快 男主是电视台恐吓运动栏目的制作人 此时他正在为下一期物色扮演女鬼的演员 小甜甜由于表现出色被录取了 女主是男主的女朋友 同时也是这档节目的制作人员 他认为这么继续和搞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出事 节目组把下一期的地址 选在了一家废弃的精神病院 一帮人正在策划的时候 女领导黑着脸走进了会议室 原来网上有一帮人制作了一档非常火爆的恐怖节目 点击量已经把他们的节目远远的甩在身后 据说这些面具怪胎 全都来自于由一帮精神病人成立的全球网络组织 女领导要求男主等人 必须要搞出一期像样的节目 一定要更加的血腥黑暗和恐怖 这间废弃的精神病院在90年代就关闭了 为了让这期节目更加的真实 男主这次邀请了 曾在这间精神病院治疗过的精神病人变态术 化妆师替扮演女鬼的小甜甜 精心化了一个烟熏妆 节目组人员准备就去 声光电和所有的设备也都全部调食完毕了 五分钟后 恶搞对象变态术开着车来到了精神病院 扮演护士的女主热情的迎了上去 变态术对这里似乎还有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但从变态术脸上的表情来看 她的病似乎并没有彻底的治愈 女主说这里马上要成立一家儿童治疗中心 目前急需一个园丁来打理花花草草 这时候扮演女鬼的小甜甜出现在了窗口 变态术看到之后只是有些愣神 并没有显出很紧张的样子 变态术说这个医院就像自己的娘家 所有的鸡脚嘎拉和隐藏的地方 她都了如指掌 女主一听这尾巴根就窜上了一股凉气 因为她完全不知道 变态术曾是这里的精神病人 女主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房间 接下来就到了恶搞的环节了 自动打开的房门 恐怖的音效和滋滋作响灯管 在不断的刺激着变态术的神经 等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 小甜甜闪亮登场 变态术跟着小甜甜 一路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 看着窗外的景象 变态术禁不住想起了 当年在这里暗无天日的生活 当她正在瞎悬磨的时候 小甜甜再次出现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突然发现 之前放在桌上的开信道不见了 当她正准备通知小甜甜的时候 变态术从怀里猛的掏出开信道 疯狂的向小甜甜刺取 女主等人一看 急忙通过话筒告诉变态术 这其实是一个恶作剧 但遗憾的是 变态术似乎并不会所动 躲在一件后面 正在偷拍的摄像小哥 很快就被变态术给发现了 变态术也没客气 直接用领带就把摄像小哥给勒死了 女主一看局面失控了 拿着一把螺蛳刀就来到了楼上 可她进屋一看呢 发现摄像小哥已经挂掉了 小甜甜也被摔死在楼下 女主人没救成 反而被变态术给盯上了 就在女主惊慌失措的 到处乱撞的时候 节目组的金发姐出现了 两人刚交流了几遇 金发姐突然就被门外的变态术给杀了 接起来变态术开始追杀女主了 变态术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 把女主的鞋都碾掉了 幸亏化妆师及时打开了门 女主再捡了一条命 女主让男主赶快报警 但男主却说了一大堆 听不太懂的废话 大致意思是 不想因为警察而毁了这期节目 双方正在视频对话的时候 变态术居然又跑到了 男主所在的监控室 举起大斧子 七里咔嚓就把男主和导播给杀了 女主和化妆师一看大事不好 拔腿就跑 两人上车之后才发现钥匙没拿 化妆师让女主锁好门 她回去拿钥匙 女主手握螺蛇刀正东张希望的时候 变态术突然出现在了后座上 女主想都没想 就把螺蛇刀扎在了变态术的手上 这时候剧情出现了反转 原来变态术是男主早就安排好的 为了让这次的节目更加的刺激 也为了让女主的表现更真实 男主和其他成员都是瞒着女主 小甜甜和摄像小哥也没有被杀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之前他们看到的那些 制作恐怖视频的面具怪胎们出现了 变态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干掉 到处乱窜的女主跑进一个房间 无意中一扭头 发现导播居然还活着 他打开电脑里储存的视频 看到了男主和其他人干了那些事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男主耍了 很快那些面具怪胎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上 导播还没来得及向男主汇报呢 就被一个面具怪胎给勒死了 原来这些面具怪胎和男主的节目不一样 他们制作的恐怖视频全都是真实 当男主发现变态术真的死了之后 他才意识到事太严重了 这时候面具怪胎们出现了 男主一看大事不好撒腿就跑 刚好遇到了一肚子邪活的女主 女主上去就是一大嘴了 不管男主怎么解释 女主就是听不进去 即便是面具怪胎已经出现了 他仍然觉得男主是在演戏 很快面具怪胎们就把这个二位给团团围住了 不过其中的一位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这帮人竟莫名其妙的离开了 男主的意见是别管别人了 让女主赶快跟着自己逃跑 但女主的境界显然比男主要高很多 他主张先去救未成年的小甜甜 然后再去救其他人 两人跑进一个房间 看到化妆师已经被面具怪胎给干掉了 小甜甜也消失不见了 两人通过摄像机的回放 才得知这里刚才发生了什么 男主认为一定有内奸 不然这帮人是不可能知道 他们在这个地方做节目的 这时候面具怪胎打来了电话 说如果他们想救小甜甜那就必须去监控室 男主和女主来到监控室 看到金发姐被吊死在了房顶上 这时候还不知道已经出事的摄像小哥向监控室呼叫 他已经在预定的地点等了很长时间了 想问问到底为什么还不开始 这时候面具怪胎拿着电锯走进了房间 男主和女主通过监控画面 眼睁睁的看着摄像小哥被残忍的杀害 局面彻底失控了 面具怪胎们无论从硬件到软件 都比男主的团队要强大得多 面具怪胎通过监控告诉男主和女主 观众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杀戮 网上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时候小甜甜出现在了画面中 面具怪胎正准备把小甜甜给活埋了 棺材里的摄像头实时监控着小甜甜临死前的变化 虽然风险很大 搞不好还会把自己的小命给搭进去 但男主和女主还是决定去营救小甜甜 无论多么优秀的团队 里面总会有个别不太靠谱 其中一个面具怪胎正在跟踪男主和女主的时候 一不留神动出了动静 不仅如此 这家伙手里的电锯也出了毛病 女主不敢怠慢 上去就把这哥们给干掉 女主拽掉对方的面具 发现居然是一个和小甜甜一样未成年的孩子 男主和女主跑到棺材旁 这时候小甜甜在里边已经快不行了 两人连挖带袍终于把小甜甜给救了出来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被面具怪胎们给包围了 其中一个领头的告诉女主 她可以在小甜甜和男主中间选择一个人活着离开 女主几乎没怎么思考就选择了小甜甜 男主一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希望自己死了之后 发现虽然型号一样 但并不是他们剧组的那辆车 女主带着小甜甜开车走了之后 男主被固定在了一张铁床上 男主非常鄙视面具怪胎们的行为 认为他们的创作除了暴力和血性 没有丝毫的技术含量 这时候显示器上出现了小甜甜被困在棺材里的画面 剧情在这里出现了转折 原来小甜甜就是男主所说的内奸 原来小甜甜是面具怪胎们的忠实粉丝 这次的行动完全就是由小甜甜发起的 此时的男主不得不承认对方比自己牛掰 他无话可说 只能任人宰割了 女主拉着小甜甜前往镇上报警 这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 看到车顶上安装着一个摄像头 他看看小甜甜又看看摄像头 这才意识到小甜甜就是内奸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的 为了流量博眼球 有人真是昏了头 毫无底线瞎回来 无意沙滩起高楼 无意沙滩起高楼